之前讲过这个,把它复制过来 这个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最好先不要用原来的,否则如果你做错的话 因为VBA它没办法复原,它没办法控制自己复原 第二个的话,主要我要针对这一列第三列 如果你怕干扰的话,干脆你把从第四列以下 先选第四列,然后按控制去向下 把它先delete掉好了,意思是先不要干扰 反正我们主要是希望做出什么,这个比较好 主要是希望把这一列变成,这边总共有三个,变成三列了 分别把这个个别分开来,分成三列就对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简单逻辑 程式该如何撰写,就我刚刚写这一段程式 我又把它放在云端上,不过你会发现 这一段程式有一些部分一直在重复 哪些地方重复,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这边是insert,哪一个insert 在它目前的下一列,加一列 把它insert,然后再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放到下面来 我把它按F8好了 所以array先切开来,这个arr里面就放一二三三个资料 然后我insert,不过因为底下面资料 所以你insert,我先弄个假的 让各位看起来会比较知道 如果我insert的话,它会在这一列insert按一个8 这个比较,因为我下面删掉的话看不出来 那这边会多一列空白列 然后把什么8,这个放到这里来 写法的话就是把后面的东西写到前面去 就写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刚好置第三列的下一列 所以后面是加一 加一列,放过来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把上面的东西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OK 那再来的话,还同样的动作 变成说刚刚是加一嘛 现在是再下一列,变加二 OK,加二的话insert 然后再把下一个资料放过来 下一个资料就是这个VBA入门解说 然后再复制下来 再同样的动作,再新增一列 然后再把下一个阵列的 第三个阵列范围里面的资料放过来 然后再复制过来 这样就完成了 应该懂这个逻辑吧 只是说城市就对 但是问题你会发现 这三行好像不断一直在重复 里面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变更的 它有规则性嘛 这边都加一加一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这个程式 其实外面可以包个回圈就好了 FORI,你可以写成什么 FORI,应该是FORJ好了 因为I等下会用到 FORJ等于要不就是写一到三 要不就写什么? 零到二 零到二 然后把它处理完毕 我们先把这个回圈 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这个要把它变成一个 三个重复的事情 要把它变成一个的话 那该如何写 你可以写一个什么? 在这边 FOR 我们用追好了 空一个 FORJ 等于什么? 我们用零到二好了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那你会发现 这个2的话 数字好像跟什么? array array的最大的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什么? Ubomb Ubomb还记得吧 刮弧 然后array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切完之后的话 最大的 最小的是零 零一二 所以这个地方回来 就会刚好是2 所以零到二 那做什么呢? 因为三个都重复 所以你只要把其中一个搬过来 那另外 我用复制好了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这边按Tab 底下的部分的话 我是建议你先注解掉 注解的话还记得吧 按右键 编辑 把这边使程式变为注解 改要改哪些? 特别追 对哦 J嘛 把这个怎么办? 改成什么? 改成J 那是J放在这边的话 少1 所以把它J加1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说 你只要看到这边有加1的部分 就是J加1 这边的话 3不动 这个3不动 那这边也这样 J加1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把它放什么? 放J就好了 OK 好 其他要不要动? 其他应该就不要动了 所以刚刚跑三次一样的东西 那现在如果说你把它写成回圈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J等于0到这个阵列的最大值 0到2 OK 然后呢 我们就只要把这边后面加一个J加1 J加1 这边改成J 这个不动 因为来源部分都是第三 然后Copy后面也是J加1 好 那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写完之后 跑跑看 把这个删掉好了 恢复 如果跑出来结果跟刚刚一样的话 那表示说我可以把程式简化 按L8 OK 然后 再来Insert J现在等于多少? 等于0 0加1 还是等于3加1 一样Insert 等于在第四列新增一列 然后呢 并且把目前Array 第0个 J等于0 第0个的资料呢 来帮我放到哪一个 放到这边来 所以执行过来 没错 然后再来的话 再Copy上面的东西下来 有没有Copy 没问题 再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J现在等于1 意思说帮我把VBA入门解说 帮我放过来 所以还是要新增 然后呢 资料放过来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Copy上面的资料下来 OK 所以你会发现在下一个是不是一样 对 新增 然后再怎么样 把VBA与资料放过来 然后再Copy过来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的程式 可以把它怎么样 变成一个回圈 那也就是说如果将来 你那个阵列 有没有 可能有三个 可能有四个 可能有非常多个的话 那不管只要写一个回圈 它会自动去调整 调整什么 调整里面资料 阵列的大小 反正阵列大 它就多跑 阵列小 它就少跑 OK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吧 不过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不过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这个写完之后 剩下来就什么 每一列跑了 也是把这个 有点像你今天怎么样 工厂你要生产一个杯子好了 你就把模具做好了 剩下来就什么 就让它大量生产 所以再来等一下 再把外面加一个4i 等于哪一列到哪一列 帮你全部跑完 它就OK了 OK 可以 应该懂的意思 只是说 你会发现这里最难的 就处理那个回圈的概念 OK 如果你的回圈概念 能够理解的话 很多东西就很快写完了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 你们可能 会比较容易遇到问题 就回圈 把下面的程式 变成上面的程式 这个过程 要把它理解一下 应该懂的意思 只是说 可能一下子没办法马上听懂 不过没关系 那我会把它录下来 细节部分也许回去再重复听一下 应该慢慢慢慢 如果你在过程可以克服 而且可以理解 那我相信 以后你要写很多东西 越来越简单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一样 我也会把那个程式 帮各位贴到云端白板上面去 你们再自己参考一下 那ddd